二零二二年財政預算案即將出爐 不少網民涌入財長東郭扎魯的臉書貼文留言 要求允許公基金會員在iZetra計畫下 能夠一次性提取一萬令吉 緩解財務負擔 東郭扎魯今早在臉書分享晨跑照片時表示 距離提成財案的日子不遠了 他最近一直忙著財案的準備工作 隨後大批網民涌入這篇貼文留言 提醒財政部不要忘了將公基金局一次性提款 一萬令吉納入財案 也有網民言語寫道 當一次性提款一萬令吉獲得批准後 人民也會更加健康 另一方面 務卿團長拿督阿斯拉夫也繼續追擊這個課題 他促請政府提亮人民的辛苦 儘快批准這項措施 協助人民度過疫情難關 iZetra計畫目前允許公基金會員 最多提款五千令吉 以最多為期五個月 每個月一千令吉的方式提取 廣告